这是8090后童年看过的一部影片 里面讲述的是打鬼英雄淘汰了 他不仅童年时期就展露出了非凡的毕童 长大以后更是成了十里八乡口中的英雄 不仅天生神力 更难得的是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不仅会照顾雏鸟 遇到肆意捕猎的猎人 他也会施展轻功 在弓箭落下前救下兔子 有小孩在河里溺水 他也会临危不乱 先将两个木盆丢入水中 再将竹竿丢进去 施展轻功立在了上面 将孩子成功救回 然而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 在一处魔王堡里 一个雍一将山珍海味道进了池子里 这可不是什么十全大补汤 而是这个老头返老环童的关键 只要龙头全部亮起 那么他就可以神功大成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四个闪了几下就灭了 这可把老头子气坏了 直接将雍一打出二里地 好不容易魔功在即 怎么说灭就灭了呢 面对老头子的滔天怒火 雍一赶忙上前解释 说自己还有一密房 只需一千个铜男铜女的血 外加一个集天地精华的灵物 就能够让老头突破瓶颈了 可这铜男铜女好抓 天地灵物却十分难寻 这天 雍一火同其他三人 组成魔王堡F4来到一处山脉 只见他们纷纷祭出法宝 有潮牌铜鞋的 有大风车的 有竹马的也有新衣服的 原来这里有个千年人身经 他的心智宛若人类又懂一般 现在 只需要藏好等他现身就行了 不一会儿 一道月光射下 地面开始微微震动 一个小人身经就钻了出来了 他先是做了一套广播体操 然后便发现了F4留下的宝贝 先是穿上潮鞋 再是名牌外套 就在他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F4开始动手了 你找到了 找到了 庸医也是十分刁钻 用几根针就将人身经固定住 就在他们准备回去邀功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人身经的根须竟然通天的长 一下子挂在树枝上 几个闪现过后 人身经就不见了 没了灵物几人自然没办法交差 于是开始互相推脱责任 而就在这时 庸医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替代品 男人抱着十斤的大饼 这是他十天的口粮 倒不是大饼有多好吃 而是他实在是太辣了 这不只顾着吃了 没注意到眼前的大坑 好在男人虽然 却还有颗赤子之心 他十分崇尚打鬼英雄淘太郎 虽然素未谋面 但是他已经拜他为师 把他供奉起来了 当然了 你别看他是个战斗力 只有五个渣渣 可是运气只可是接近满分 他在荒郊野岭露所 丝毫没有注意到 有只野鬼盯上了他 师傅 我敬你 你暖身 我压精 干了 这番造作我给95分 毕竟要扣掉五分战力值 随后他便来到了淘太郎的家里 师徒相认之后 男人便短暂地融入了这个家庭 而这天 魔王宝的拥衣趁着淘太郎不在 假装附近的村民 寻求淘太郎的帮助 并且假意留下了祖传护身符 等到淘太郎回来 打开盒子才发现重景 别看庸医医术不怎么样 这些乱七八糟的技术 还是有一手的 在药物作用下 淘太郎失去了神力 战五渣的庸医 竟然也能过上两招 只见他掏出两个火罐 上来就是要给淘太郎大绑剑 可毕竟真只能过两招 不一会儿就被扔了出去 这个庸医也不闹 掏出唢呐就开始吹了起来 不一会儿乌云腻补 F4的火炮哥和石头哥 带着援兵赶过来 神力缺失外加前面战斗负伤 一时间淘太郎竟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阿婆也被一个小兵然后突袭 在绝望之中 淘太郎气火攻心晕了过去 就在他们准备把淘太郎 打包回去炼药的时候 锦里竟然冒出一颗仙桃 这仙桃可了不得 三两下便把众魔给打跑了 等到了第二天 淘太郎便埋葬了阿婆 而这时的团队已经壮大到了五人 红衣鸡同黑衣猴同黄衣狗同 感兴趣的话 下期单独讲讲淘太郎的前传 五人小队踏上了消灭魔仙堡 而不对 消灭魔王堡的路程 并且在路上遇到的人生惊 善良的淘太郎并没有吃了他 而是用紧剩的仙丹给他疗伤 随后便放他离开了 而这边因为拥衣屡屡失败 长老便亲自带队捉拿人生惊 好在人生惊得到了菩萨的帮助 不仅顺利打跑了魔族一行人 还将真言烙印在了人生惊上 为之后锁魔大业埋下了伏笔 而很快 淘太郎一行便来到了魔王堡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妖娆大抵 衣冠不整的男人 就在不久前 被一个美女女鬼给玷污了 只见他不太虚浮 浑身毫无血气 更是直接滚下了楼梯 把佣衣撞进了池子里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淘太郎一行人杀到了魔王堡 双方一下子剑拔弩张 而男人好死不死 夸了一下对方的白毛鬼 这可把他乐坏了 而这不影响双方的交战 而男人这边 因为战力只有五 联魔族小兵怕自己太掉甲 都不愿意攻击他 而白毛这时找上了男人 因为男人是八百年来 第一个夸他好看的 也不管男人同不同意 直接催眠拉进了小黑屋 淘太郎一下子就对上了石头怪 如今神力恢复后 石头怪自然不能像之前一样 三两下就被淘太郎搅了线 而此时他就现出圆形 真是好大一块石头 他有锯齿一般的牙齿 狗瞳掏出骨头棒攻击 武器也被石头怪破坏了 关键时候淘太郎变出大体锤 直接将石头怪锤成细巴烂 等到白毛鬼出来 一下子就找上了猴童单条 刚刚采扬完的他 对着猴童就是一顿暴揍 好在关键时刻鸡瞳及时解围 并且弄下了白毛的一只眼睛 趁着白毛虚弱 三仙童立刻聚到了一起 施展了三位真火 白毛则被一击毙杀了 火炮哥还想着远程输出 直接被淘太郎一个桃子投掷 堵住了武器洞口瞬间自爆 火炮哥自此没了火炮 淘太郎一行人越战越勇 很快就消灭了所有魔兵和火炮哥 就在这时长老出手了 只见他射出两道法令 控制住了鸡童和狗童 一下子把他们拉入了池子中 随后又对猴童下手 有了三仙童作药影子 长老的功力突飞猛进 雍一也在一旁使劲拍马屁 而这时不太轻浮的男人走了出来 跌下楼梯把雍一撞进了池子里 长老也没客气 直接把雍一也给炼化 有了他们的加持 长老一下子神功大成 实现了凡老还童 只见他对上淘太郎 一套掌心雷把淘太郎捏得不要不要的 关键时刻男人跌入水池中 吸收了深雨的药效 变成了一个灵桶 他开始追着长老不放 这也给了淘太郎喘息的机会 这时有人小声叫了几句淘太郎 原来是之前的人身经 为了最终大意 人身经决定牺牲自己 心甘情愿被淘太郎吃掉 这边长老废除了男人的功力后 淘太郎的修炼也结束了 再次进化的淘太郎 明显档次高了长老许多 他的掌心雷品质 更是远远超过长老 紧接着发出最后一击 不仅消灭了长老 也将三仙童救了出来 就这样魔王宝不复存在 他们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电影《驱魔童》 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与青春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